客厅里坐着两男一女,看样子是一家三口,其中的中年男人,面容与他的父亲有那么一点的相似,联想到曾经了解的沈家情况,沈青岚心中隐隐有了猜测。 爸。 中年男人开口,证明了沈青岚心中的猜测。 我要叫我爸,我不是你爸,你给我滚出去。 沈老爷子指着门口,胸膛剧烈起伏着,沈青岚连忙上前。 爷爷,不要激动,医生说了,你不能生气。 前几天,沈老爷子查出来有点高血压,医生说了, 沈老爷子的情绪不能太过激动。 沈君豫进门,就听见老爷子的怒吓,加快了脚步。 当看到客厅里的人时,有些疑惑。 一直到男人出口,叫了老爷子一声, 沈君豫顿时想起来, 这个男人竟然就是自己离家多年的二叔,沈让。 当年,沈让离开沈家的时候,沈青岚还没有出生, 就连沈君豫都还很小,对他的机器很是模糊。 爸,我只是想回来看看你和我妈,你们身体还好吗? 沈让无措地说道,离家这么多年了, 觉得最愧对的就是自己的父母。 沈老爷子刚平复下来的呼吸, 就因为沈让的这一句话立刻又急促起来。 你妈早就死了,你回来看什么,骨灰吗? 沈让不可置信地看向老爷子, 沙发上坐着的女人从沈老爷子进门开始就惶惶不安。 当年,沈让就是为了她离开沈家的, 甚至二十多年不曾回来过。 在听到老爷子这句话的时候, 她的神情很是震惊。 啊,爸,你说什么? 你说我妈死了? 沈让的声音颤抖, 沈老爷子一脸冷漠地看着她。 爸,你告诉我, 我妈到底怎么了? 沈让不相信, 她的母亲身体一向抗健, 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? 可是,她却忘了, 她离开沈家已经二十多年。 二十多年的人事沧桑, 又岂是能凭借最初的印象来判断的。 沈老爷子指着大门口, 沈让, 你早就不是沈家的人, 我们沈家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, 你现在, 打着你的老婆孩子, 给我滚出去。 爸, 就算我不是沈家人, 我也还是我妈的儿子。 你告诉我, 我妈在哪里, 任我去看看她行吗? 沈让祈求。 沈老爷子冷眼看着她不说话, 只是, 意思很明显。 二叔。 沈君豫开口。 爷爷最近的身体很不好, 你们先走吧。 谁让你叫他二叔的, 他不是你二叔。 沈老爷子打断沈君豫的话。 我说你这个老头怎么回事, 我爸带着我们回来看你, 你接受就好了, 现在在这里矫情什么?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少年, 开了口, 只是刚开口, 就让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。 沙发上的女人是尴尬, 沈老爷子脸色铁青。 好好好, 沈让, 你教的儿子好吗? 果然好家教。 女人拉了一把少年。 快跟你爷爷道歉。 少年一脸的倔强。 他刚刚都说了, 我爸不是他儿子, 那他自然不是我爷爷, 而且我又没有说错, 我凭什么道歉? 沈君泽, 道歉。 沈让阴了脸, 喝道。 沈君泽见父亲生气了, 不甘不愿地对着沈老爷子, 说了一声对不起。 语气敷衍, 沈亲来眸光微凉。 爸, 您别生气, 君泽这孩子被我们从小惯坏了, 说话不知轻重, 您别跟他计较。 女人一脸的讨好。 下凉不正下凉外。 沈老爷子说了一句, 看都不看他们。 当初, 要不是这个女人, 他最优秀的儿子, 也不至于离家出走这么多年, 都不回来。 甚至, 连自己母亲去世了, 都没有赶上最后一面。 爸。 沈让喊了一声, 却没有说其他的话。 从决定回来的时候, 他就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场面, 唯一没有料想到的, 就是他母亲的去世。 蓝蓝, 爷爷累了, 扶爷爷上去休息。 沈老爷子开口, 沈青岚上前扶着沈老爷子上楼, 离开前看了一眼沈上一家三口。 当初回到沈家之前, 他曾查过沈家的资料, 自然知道自己有个二叔, 但是资料上显示的是, 这个二叔二十多年前, 因为一个女人跟沈家断绝了关系, 离开了沈家, 从此渺无音信。 爷爷, 您还好吧? 看着沈老爷子不太好看的脸色, 沈青岚担忧地问道, 沈老爷子摆摆手, 你将那边的药给爷爷拿过来。 沈青岚走过去, 拿起药看了一眼, 是最近老爷子在吃的降血压的药, 倒出了两粒。 爷爷, 给。 沈老爷子吃了药, 又坐了一会儿, 脸色才缓过来。 好了, 爷爷没事了, 不要担心, 刚才就是太激动了。 见沈青岚一脸担忧地看着他, 沈老爷子笑容温和。 爷爷, 您先好好休息, 我下去看一眼。 沈老爷子点点头, 在床上躺下。 楼下, 沈让一家三口还没有走, 沈军玉陪在他们旁边。 你就是军玉吧, 这么多年不见, 你都这么大了。 沈让看着眼前的沈军玉, 感慨良多。 沈军玉微微一笑, 二叔的变化倒是不大。 沈让摇头, 什么不大, 我也老了, 连白头发都长出来了。 看看沈军玉, 欲言又止。 二叔是想问问奶奶的事吧? 沈军玉主动开口, 沈让点头。 你奶奶她? 奶奶去年八月, 已经走了, 癌症晚期。 沈让心神俱阵, 怎么会? 为什么我一点消息也没有收到? 你关心过沈家的消息吗? 沈军玉轻悦的嗓音, 从楼梯口的方向传来, 没一会儿, 轻瘦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客厅中, 视线在沈让一家三口的身上扫过。 沈让脸色隐隐有些发白, 眼神空洞, 根本没有听到沈清兰的话, 倒是沈君泽, 看向沈清兰的眼神, 有些不爽。 你又是谁? 确实是我们沈家的事情, 你个外人, 在这里多什么嘴? 他以为, 沈清兰是沈君玉的女朋友, 或者是妻子。 沈清兰笑了, 笑得十分好看, 但是笑容里却透着冷气。 我是沈谦的女儿, 你说到底谁才是外人呢? 哦, 原来你就是大伯家的小女儿, 我爸是你二叔, 你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, 到底懂不懂得尊重人? 沈君泽黑了脸, 只是还没有等他开口, 女人就一把拉住了他, 给他使眼色, 不许他开口。 那个, 君泽不是这个意思, 他刚刚从国外回来, 对这里的国情不是很适应, 你们不要跟他计较。 妈, 你干嘛要跟他们道歉? 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? 要不是那个老头太固执, 不许你跟我爸在一起, 当年你跟我爸也不用远走他乡, 飘扬过海, 这么多年连京城都不敢回, 您忘了, 外公外婆最后一面, 您也没见到, 这些都是那个老头造成的。 沈君泽很是不满, 父母之间的事情, 他从小就听自己的母亲说起, 对沈家当年, 不同意父母在一起的行为, 很是怨念。 沈君泽, 你给我闭嘴。 沈让怒吼, 沈君泽对上父亲满身怒火的视线, 闭了嘴, 不说就不说, 沈让看向沈青兰。 我当你离开的时候, 你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, 没想到都这么大了, 君泽年纪小, 不懂事, 你别跟他计较。 沈青兰冷冷的视线, 在沈君泽的身上扫了一圈, 子不叫, 父之过。 沈让被沈青兰说得很是尴尬, 沈君泽听到这话, 很是不高兴, 但是他妈一直拉着他, 不让他开口。 爷爷查出有高血压, 医生说了, 尽量不要让他情绪起伏太大, 你们没事, 就先走吧。 沈青兰开口感人, 他平日里不是咄咄逼人的人, 只是今天刚去墓园里, 看过沈奶奶, 情绪本来就不高, 刚才又看到老爷子生气的模样, 尤其是看到沈君泽顶撞老爷子的样子, 沈青兰现在的心情很是不好。 沈君泽看着沈上, 二叔, 爷爷最近的身体确实不是很好, 你们要不先离开吧, 你们住的地方找好了吗? 要是没有, 我去帮你们订酒店。 不用不用, 我们已经找好了住的地方, 既然你爷爷身体不好, 那我们就先走了, 改天再来看他。 沈君渔站起来送客。 君渔, 你奶奶她葬在哪里, 我想去看看她。 沈君渔想了想, 报了一个地址, 沈让一脸感激地离开了, 临走前, 女人走到最后, 对着沈君渔说了一声谢谢, 沈君泽则是看都不看沈君渔一眼, 冷恨一声, 上了车。 沈君渔转身, 看见站在门口一脸冷漠的沈青兰, 无奈地笑想, 还在生气啊? 没有。 沈青兰将头上的手扒拉下来, 生气不至于, 只是不满他们对爷爷的态度而已。 好了, 不是说中午要陪傅爷爷吃饭吗? 先回去吧, 爷爷这里有我。 沈青兰想了想, 点点头, 朝着傅家走去, 赵姨已经准备好了午饭, 就等着沈青兰回来了。 哎呀, 青兰丫头回来了, 那就开饭吧。 傅老爷子看见沈青兰, 笑咪咪地说道, 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, 除了右手暂时不能用之外, 头上的伤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, 这也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 爷爷, 以后呀, 您别等我吃饭了。 让老人家等他吃饭, 沈青兰很不好意思, 傅老爷子根本不在意, 招呼着沈青兰坐下, 将一碗汤推到沈青兰的面前, 笑咪咪。 青兰丫头, 这是我让小赵专门给你炖的汤, 很补的, 对调理身体很好, 你最近一直喝中药都瘦了, 你放心, 这个他, 我让人专门问了一声, 跟你吃的中药不冲突, 啊。 谢谢爷爷, 谢谢赵姨。 沈青兰道谢, 前段时间, 老爷子住院, 沈青兰没有按时吃中药, 最后还是傅恒义将药交给了赵姨, 家里人这才知道沈青兰在吃药, 只是傅恒义说了这个是调理身体的药, 具体的倒是没有说。